看看这漫山遍野的红叶 这里是北京的药王谷风景区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药王谷风景区 没想到这里的红叶如此灿烂 今天是2022年10月19号 如果你喜欢看红叶 抓紧时间来这里吧 另一个没想到的是 如此小众的景点 今天游客竟如此多 看来大家真的按捺不住旅游的心情了 接下来看看我实拍的北京药王谷风景区 来药王谷最好自驾 当然也有公交 这个景区在北京的房山区 现在正好是红叶季 所以如果自驾最好早一点出来 否则可能会遇到堵车或者停车难 上面应该不错 这里修建了徒步站道 难度不算大 没想到这个貌似小众的景点 今天游客竟然这么多 今天的视频不用配乐 原生态的展示当时的情景 听着口音很多都是老北京 大姨大妈 大哥大姐都来了 今天天气好 很多人就当做锻炼身体了 就那块保红叶 挺好的 挺好的 我去了 两边都体力 再再 走十来分钟 就这么多 就这么 小腿的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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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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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越望上走 红叶的颜色越漂亮 很快就可以看到前面山上 红通通的红叶了 这红叶至少已经红了80%了 哎呦 哥们儿哦 这是上山的一条最漂亮的小道 真行 不行不行不行 小道上很多人都在拍照 这片红叶确实开得不错 看着甜蜜的拍照姿势 很快就走到了一个三叉路口小平台 这个区域是红叶最壮观的地方 而且视野开阔 不过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人 在这里来一个长镜头看一看 有什么叶 我是三叶 不是 我怎么在找你照顾 我叫 行了行了我看不上 是 小叶 我的超人 我再虚然 我再醉了 我这onto 我再去 我再去 我的天 我再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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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体力够好,可以从这里继续往上上山 不过从这里走到下一个直高点 大概要走两公里 也有不少人选择了继续爬山 一路都可以听到大家的欢歌笑语和欢笑声 确实北京的秋天真的越来越美了 何况天气这么好,大家都跑出来散散步爬爬山,尝尝美景 对于喜欢爬山徒步的人来说,这条路其实并不难 上面顶色好吗 没有下面好 应该不太像上到头了 还有一个环线 考虑到今天只出来看红叶 并没有打算做太长的徒步 所以没有选择继续爬山 想拍到漂亮的红叶 首先要顺光 这样拍到的景色非常明亮 红叶非常的鲜艳 这些临间小道拍出来也很有意境 感觉这个路上没有卖水的 所以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带足水 另外爬山一定要亮丽而行 路上有几节台阶比较陡 走起来相对有点累 不过问题也不大 今天很多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还是中间这一片区域最漂亮 看远处山上的人流 这个景区的门票是三十 老人半价 我个人感觉这里拍摄的最佳时间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这个时间段起码在这个平台上基本都是顺光 而且光线非常充足拍起来非常的亮堂 镜头前最好有一些红叶做前景 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更加的丰满更加的红润 就像现在这样 镜头要时不时的移动一下 非常有动感 看这样拍怎么拍都漂亮 如果能把人构图在里面更好了 在这里自拍一个 背景还是相当不错的 下山没有选择原路返回 而选择了另一条岔路 不过就我个人体会 如果游客不多 上山的那条路风景更好 所以可以原路返回 看看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 所以无论孩子和老人基本都可以爬上来 刚才要是那什么 满坡就从这儿上来了 你看看 赶紧不至于爬那个了 啊 满满溜的这些 啊不错 这道挺好 这个位置就是下山途中 最好的一个观景点 可以看到整个山谷 半身吧 半身半身 这里之所以叫做药王谷 显而易见这里有很多的药材 自古以来就有人在这里采药 再来打个卡 我个人感觉就红叶的橙色来说 这里还是非常值得来打卡的 这种宠物犬也是可以上山的 另外景区停车免费 但如果是周末节假日 还是要早一点过来 否则会堵车 也有公交车到景区门口 就是路途太远了 谢谢您 谢谢 我来说